这是对台独分裂势力与外部势力勾连挑衅的严重警告 是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必要行动 我们希望国际社会充分认清台湾问题的实质 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 坚决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活动 台独同台海和平稳定 水火不容 要想保持台海和平稳定 就必须坚定反对各种形式的台独分裂行径 藏南是中国的领土 印方高官赴藏南活动侵犯了中国领土主权 不利于边境地区的和平安宁 中方对此坚决反对 我不了解你提到的有关的情况 我可以告诉大家的是 中国是法治国家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 中国司法机关依法办案 山内的投资자가充分装 各国地方司法机关 towel 和西方国家